哈囉大家好我是蒟若 這次要來跟大家聊聊 禱告到底有沒有用呢 我這輩子看過很多有趣的人 其中最有趣的莫過於基督徒了 因為他們特別喜歡禱告 禱告身體健康結果還是會生病 生病時又禱告早日康復 然後去看醫生 如果吃完藥身體還沒好 他們就說這醫生不好 如果吃完藥身體就恢復了 他們就會開始感謝上帝 這就是他們有趣的邏輯 每次在電視上看到有球隊贏球的時候 總會有幾個球員對著上天 然後說出Thank God 然後比出親吻上帝的手勢 然後基督徒就會說 你看吧他就是有禱告才會贏球的 那請問一下 那當他輸球的時候呢 難道是他前一天晚上忘記禱告嗎 還是對手的球員 祷告比他還虔誠呢 我覺得如果我是上帝 我一定很討厭什麼世界盃 奧運啊 或是任何國際比賽 因為每場比賽之前 中東地區那邊會向阿拉祷告 歐美這邊會向耶穌祷告 而我們亞洲這邊會向佛祖祷告 你們可以想像一下好幾個神明 在天上進行大亂鬥的畫面嗎 我覺得應該會蠻精彩的 我這樣說好了 如果光靠祷告就可以贏一場比賽 那基督徒球員幹嘛要練球 根本就是浪費時間不是嗎 反正只要有祷告就穩贏了 那為什麼基督徒都覺得祷告有用呢 因為我發現他們祷告所祈求的東西 都是一些成功機率很高的事 例如祈禱今天上班不要遲到 或是祈禱不要生病 祈禱家人平安 假日要出門祈禱不要下雨等等的 而且這些簡單的禱告 還不見得每次都靈驗喔 然後基督徒就會開始說 那是因為上帝在考驗我們 啊幹那都給你講就好了 而且我發現 基督徒真的一點野心也沒有 老師禱告那種雞毛蒜皮的小事 菊歐是個很有報復的人 我從18歲開始 每天只禱告三件事 第一我要真正的藍寶尖泥大牛一台 第二我希望世界能夠和平 第三長高還有變帥 結果到現在沒有一個禱告有成功過的 真的不能怪我為什麼不相信禱告有用 在馬太福音第22章21節裡提到 你們禱告無論求什麼 只要信就必得著 所以我很好奇 如果教會裡有某樣東西著火了 會不會一堆基督徒圍一個圈圈 然後對著失火的地方禱告 還是他們會先去拿滅火器呢 如果看到有朋友去游泳溺水時 不知道基督徒會先禱告 還是會先去通知救生員 有沒有基督徒可以幫忙回答一下的 舉肉想到了一個絕妙的點子 如果你是相信祷告有用的基督徒 下次你們去教會的時候 記得帶一把很鋒利的刀 然後請教會的牧師 用這把刀朝你的心臟刺進去 但是要記得先禱告喔 祈求這把刀傷害不了你 如果刺進去後 你真的毫髮無傷 請您馬上與我聯絡 我會親自到您所屬的教會 請兩位在我面前再示範一次 當然我也會用攝影機親自拍下來 放到網路上 開始大力宣揚基督教 那如果刺進去後 你不信身亡的話也不用擔心 因為你是一位腦殘 而不是虔誠的基督徒 而且這種情況算是他殺不算自殺 所以你一定可以上天堂 而這個牧師雖然要被判過失殺人罪 不過他只要誠心悔改 死後他也可以上天堂 這是一舉數得的好方法 真的不用謝我了 當然最後也要提醒各位 千萬不要那麼白癡真的跑去試 不然你上的可能不是社會版 而是娛樂版頭條 這次的個人就上到這邊了 我是橘歐謝謝收看 想了解更多沒有用的情報嗎 歡迎各位可以訂閱我的頻道喔 橘歐碎碎唸 我們下次見